打球最重要 一個球員最重要就是紀律問題 紀律啊 自己要約束自己 天分差不多 站差不多三四分 七分要靠努力 李先宗國手 他縱橫在棒球界應該在五六十年代 甚至六七十年代 他的技術是勤冠亞洲 他的技藝甚至連日本十棒都有意要網絡他 他是一個很有運動細胞 他除了棒球 他網球 道夫球 都打得非常的好 他等於是一個前後位的一個運動員 小時候是在恆春 光復的時候才搬到屏東市來 初中都在屏東讀 然後高中的時候才到台南南英 我學生時代就說 有一個目標有一個目的就是說 畢業就馬上可以到銀行去上班 一邊上班一邊打球 就順利就能說鐵換完 我高三的時候 銀行就有營養費怎麼會就給我 接下來有打以外 沒打華銀 我們選手 因為有亞洲盃還有銀行工會 所以說合作金庫跟華南銀行都還 土地銀行、地銀行、彰化銀行 台灣銀行那時候 我們都有去選手 好的都是銀行的 那時候台灣 台灣有幾個重要比賽就是 省印嘛 台灣省印動大會 省印我有拿四次冠軍 我畢業四十七年畢業 省印三屆連續冠軍 十三、十四、十五 第二十一屆在屏東 那時候我做金庫代表 那時候他借掉我去 決賽 決賽所以我在主投 所以鐵系該冠軍 四十九年 海軍要我去球隊 海軍棒球隊 我還沒有到兵 連你還不到 你提早住院提早進 他希望我 我去海軍就有希望 民國四十九年三月十九號 去報到時候 我看到裡面有 我們藍營的選手 邱松蘭 葉江春是台電的 是我同學 那時候我彩小的時候 他設計我 他們沒有教練 我當教練 還有那些都是新手 都不大會打球 還要訓練他們 進去的時候 看他們基本動作都不大好 然後開始慢慢就是 以前教練 訓練我們的那一套 就來訓練他們 然後我們第一次 四十九年第一次 空軍就是被我們就打敗了 空軍那時候也是很強 我們主席被五比零就打敗了 打到最後的時候 好像我們打到亞軍 民國四十九年 第四屆亞洲被選拔賽 我們海軍就拿到冠軍了 年輕的以前 人家都叫他是棒球皇帝 他們就稱呼我 叫棒球太子 這樣 因為我們兩個 都在一起打球了 他那時候 有一場比賽 還一比零還轟了 日本隊那時候 拿到世界業餘冠軍的胸骨 我記得好像是五十一年 日本雄骨 有到台灣來打六場球 我們華人民郎 我等會打華人民郎 我還帶海軍兩三的雷霸 他來打六場 六場都是我投的這樣 所以日本隊很驚訝說奇怪 都是你當先發投手 事實上他只有他贈得住日本隊 我從台北投到台中 台南高雄這樣 我自己贏的那個人一直贏 1963年 民國52年第五屆 這個亞洲被在韓國 那時候我們打第二名 王之助有來看我們 有請我們出發 那我跟王之助就是 那麼時候認識了 那時候第一次認識 過一年就到台灣來 穿西裝 穿鞋子 那時候稍微下雨 大會主定我為腳給他打 我投那個腳他打不出去 學會就緊張說 你投好一點給他打 意思是說 我投的是有一點下水 腳他打不出去 然後打得比較輕鬆 直的給他打 然後連續都等到出去 大家就拍手 56年就是我去打 第七屆亞洲被揚 去日本的時候 王之助又來 要來我就請他外面照相 他跟我照相 我放在口袋 放了五十幾年 這五十幾年 都沒有跟他見過 所以上個月去的時候 下面叫那個 我叫那個祕師轉給他看 他就可以記得 他說你比賽完了 他招待我去看他比賽 他快要比賽 他在那邊看著鏡子在揮棒 所以大家流汗 他比賽前就這麼熱身 王之助那天比賽兩場 他補賽一場兩場 他都打前來打 他有受我一個 他每1966年 巨年 就是前注冰冠軍的 一面起鬆 他現在身體很虛弱 那時候他沒有辦法再教美 我都把那個騎子叫他 他的秘書說 你幫我交給他簽名 他碰到他的櫃子 存簽傳教練 存簽傳教練 他應該是影響他 一生最大的一個人 因為他從藍茵 接到翁湖以後 才能被華蘭銀行往後 他那時候的祭祀 應該是雖然是高中生 但是是在已經成人了 他們台南說要紀念老師 要辦一個金船碑 那之前他們有所辦的兩次沒有成功 後來他我回來說他叫我去台南 他們講一下 2011年開始辦藍茵青船碑的全國青棒賽事後 各界反應非常好 同時 棒球界也認為說 一個傳統學校的校友 竟然可以用他老師的名稱來作為比賽 他們很感動 我覺得他對我像他兒子一樣 女兒子還親 因為成青轉 要選選手很年 對不對 我們學校本來選手就有二三十個人 有好的才會選不好的 他也不需要選對不對 老師他是注重你的運動精神而已 精氣他就是說 要開始要練球 球棒 手套 球學都要自己買 我那時候那個很貴耶 那是進口的 那是日本的 那我跟老師說 沒有辦法買這個 我來跟校長說 他叫我去公協社 公協社專門都會賣體力用品 叫我去先拿 叫我說 不要收出去 他意思是說 這個只有你 就像攻擊你的 這些器器 老師的家裡是賣那個中藥材的 他都常常切那個高綠生 給我吃 我們出去比賽的時候 那時候生雞蛋 雞蛋最營養最貴 他每個早上再給我兩個雞蛋 其他選手沒票 所以到後來 學生也就知道 老師你都很偏心 你只有給李先生做 你這樣做 所以從那個時候 我就把他當得比我父親還 還對他尊敬一樣 我當時要這樣 你跟應付比賽百多的 拿百多六圈 我是拿四百六圈 我早上我投250個 下午我投了250個 那不是這樣 沒有盲目的在投 我都有選擇這內腳外腳 就補手說 你專門給我 這樣在內腳 我就專門投這樣 投20個 然後外腳再投 你投到你這個 眼睛開起來 好像投那個角度 就是要投那個地方 練習快晚的時候 才投變化球收藏 那樣子 有名的 哪個教室 你配上去 那樣子 你一定會 你應該會 有名的 很算 asti 我想 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